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讲过 人类的文明之路处在纳菲利姆的干预之中 经过了三个阶段 都是以3600年为分界 中石器时代大约公元前11000年 陶器时代大约公元前7400年 和突然出现的苏梅尔文明大约3800年 不难看出纳菲利姆会周期性地回顾 并决定继续发展人类的进程 这些都发生在每当第12个天体接近地球的时候 许多学者 例如海因里希、奇莫恩 在《巴比伦和西伯来的起源》一书中指出 旧约同样介绍了前大洪水时代的首领或先祖们 从亚当到诺亚 一共有十位这样的统治者 创世纪第六章描述了人类的觉醒 一代代的学者都在解读这一段经文 他的日子有120年 因为这表明上帝似乎给了人类120年的生命 但这不是很讲得通 如果这段经文所表述的是上帝想毁灭人类 那为什么他同时还要给人类那么长的生命 而我们发现 大洪水是后来很久的事情 诺亚甚至还活过了120年大县 他的后代更长寿 为了应用人类有120年生命这一说法 学者们忽略了圣经没有使用将来时 他的日子将有 而是使用的过去时 他的日子有过 很明显的问题是 这里说的是谁的生命时间 我们的结论是 这个120年所指的肯定是神 时间一直是苏梅尔和巴比伦史诗文献中的重大问题 创世史诗以伊努玛伊利时 当在天国之时开头 恩利尔和女神宁尼尔的相遇是在人类还没有被创造的时候等等 创世纪第六章的语言和意义有着同样的目的 将大洪水事件 将大洪水事件放在正确的时间上 当人类在地面上繁衍壮大 他们生下女儿 故事继续说道 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类的女儿的美貌 就随意挑选取来为妻 此时是地球上有纳菲利姆 在那些日子即往后 当神的儿子们与人类的女儿们结合 他们怀孕了 他们是永恒的强者 SHEM中的人 就是在这段时间 人类快要被大洪水从地表抹去 这到底是什么时候 旧约毫不含糊地告诉了我们 当他们到了120年的时候 120年 不是人类的地球年 而是那些强者火箭里的人 纳菲利姆的年份 他们一年就是一个SHE 3600个地球年 这种解释不仅理清了 创世纪第六章的混乱 还显示出了这些经文 与苏梅尔文献的相同点 120个SHE 43万2000地球年 是纳菲利姆第一次着陆地球 到大洪水的事件 通过我们对大洪水事件的判断 我们将纳菲利姆第一次登陆地球 放在大约45万年之前 在我们再次回到 讲述纳菲利姆飞进地球 并开始殖民之前 有两个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 与我们没有明显差别的生物 能在另一个星球上进化吗 这些生物有能力 在50万年前 进行星际旅行吗 前一个问题 触及到了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 我们是否在地球附近的任何地方 发现过生命 科学家们现在知道 有着无数个像我们银河系一样的星系 其中包含有数不尽的 如太阳般的恒星 它们携带着多如天文数字的行星 可以提供任何能够想象得到的 温度、大气和化学物质 为生命的起源提供了无穷的可能 它们同样还发现 我们的太空并不是真空 例如太空中有水分子 有被认为是在星体形成初期 外围的冰结晶云的残余部分 这些发现支持美索布达米亚文献中 不断提到的太阳之水 以及与之相混的提亚马特之水 生命所需的基本物质 同样被发现在星际之间漂流 而且认为生命只是存在于 某些大气和温度之下的观点 也已被推翻了 此外认为太阳是生命组织能量和热量的 唯一来源的观点也早已丢弃 由此先锋十号飞船发现 木星虽然比起地球离太阳要远得多 但仍然十分热 可以断定它有自己的能量和热量来源 一颗在自身深处有着充足的放射性物质的行星 还会经历大量的火山活动 这些火山活动制造了大气层 如果这颗行星足够大 能产生强大的引力 它就能几乎永久性地维持着这片大气 这样的大气层反过来又制造出温室效应 它将这颗星球与外层空间的寒冷隔绝开来 并保证行星自己的热量不会流失到外太空 就像衣服让我们暖和一样 有着这样的观念 古代文献形容第十二个天体为 穿着光环就不仅仅只有诗歌创作上的修辞意义 它一直都被描述成发光的行星 众神之间它最光亮 并说它有着能放出光束的身体 第十二个天体能自己产热 并能在大气层的保护下保住这些热量 科学家们还很意外地发现在其他星球上 如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不仅仅能够发展出生命 而且很有可能已经在那里出现了 这些行星是由星系中较轻的物质构成的 与整个宇宙中普遍行星的构成更为类似 它们的大气层中有着充足的氢 氮 氮 氨 氨 可能还有奶和水蒸汽 所有这些都是有机体所需要的 因为如我们所知道的 水是生命发展必不可少的 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很清晰地告诉我们 第十二个天体是一个充满水的行星 在创世史诗列出的这个行星的五十个名字里 包括了一组形容它充满水的名字 基于ASAR一词 意思为充满水的君王 它建立了水的分级 这些名字将这颗行星描述为 ASARU 意思为 崇高明亮的充满水的君王 ASARU LU DU 意思为 有着丰富内涵的 崇高明亮的充满水的君王 等等 苏美尔人一直坚信 第十二个天体是一个充满生命气息的绿色星球 的确 他们称它NAMTILLAKU 意思是供养生命之神 它同样还是耕作术的传授者 古物和草药的创造者 是它让蔬菜发芽 它打开了井 分配大量的水 天与地的灌溉者 科学家们指出 生命不是带着它们沉重的化学成分 在陆地行星上出现的 而是在星系的外源区 第十二个天体从这些星系的边缘 进入到我们的中心 一颗暗红的炙热的星球 生产并放射出自身的能量 而它自己的大气层 则提供了生命必须的化学物质 如果还有一个疑惑 那就是地球上生命的出现 地球是在大约四十五亿年前形成的 而且科学家们也相信 在那之后的几亿年里 地球上就已经有了简单生命体 这也许太快了一些 不过的确存在三十亿年前 就有最简单最古老的生命的痕迹 这意味着 这些在地球形成后不久 就很快的出现的生命 是先前就存在的生命体的后裔 而不是这些缺乏生命的化学物质 和气体组成在一起的结果 这些问题让科学家发现 地球本身是不适宜生命发展的 不过事实上生命出现了 诺贝尔奖得主弗朗西斯·克里克 和莱斯利欧·格尔 于1973年在科学杂志 《伊卡洛斯》中提倡这样一种观点 地球生命可能来自于 从遥远宇宙来的微粒物质 为什么所有的生物都只有一种基因密码 如果生命是在太初汤里开始的 如大多数生物学家相信的 有着大量基因密码的组织 是应该出现的 同样 为什么木在生命中 必不可少的煤反应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木却是极为稀有的物质 为什么地球上充足的物质 比如个和孽 在生物反应中 却是不重要的 由克里克和欧格尔提出的奇怪理论 不仅仅是说 所有的地球生物都是源于外层空间闯进的物质 而且还认为这种播种是蓄意的 外星球的高智慧生命将生命种子放进太空船送到地球 为了快速开始地球的生物链 在没有这本书的信息的帮助下 这两位知名科学家接近了真正的事实 当然 其实并没有这样预先策划好的播种 而是一次天体撞击 一颗承载着生命的行星 第十二个天体和它的卫星 撞上了提亚马特 并将其切成两半 其中一半成为了地球 在这次撞击中 第十二个天体承载着生命的土壤和空气 种在了地球上 给予它早期的生命体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解释 如果第十二个天体上的生命的出现 哪怕只比地球快上百分之一 那它就比我们早上大约四千五百万年 甚至只有这一瞬间的差别 第十二个天体上的类人生物 早在地球第一只哺乳动物出现的时候 就住在那里了 有着这样的差别 第十二个天体上的人 当然可以在五十万年前 进行星际旅行 我们只在月球上踏出过自己的脚印 我们的无人飞船 也只能探测 离我们最近的行星 在我们的邻居们后面 无论是星系类的 还是外层空间的探索 都在我们的能力之外 而有着超长轨道的 纳菲利姆的行星 它本身就像是一个旅行中的天文台 这个轨道带着它 飞过所有的更外层的行星 并让它们能够直接的观察我们的星系 当它们登陆地球的时候 它们带来了它们伟大的天文知识 纳菲利姆人 地球上的天国之神 教导着人类看向苍天 就像耶和华让亚伯拉罕做的一样 甚至是在最古老最简陋的浮雕和绘画上 我们都能看见星座和行星符号 当神被描绘或是被祈求的时候 他们的符号就被用一种图画简写 通过向这些符号祈祷 人类不再孤独 这些符号连接着地球人和纳菲利姆人 也连接着地球和天国 以及人类和宇宙 这些符号中的一些 我们相信同样还表达了空间旅行的含义 有大量的讲述这些天体和他们与各天神关系的古代文献和列表 古代人为天体和天神取多个名字的习惯 让我们的分析变得困难 哪怕在已经建立好的关系中 如金星是伊斯塔 也随着众神中的变动而变得混淆 所以在更早的时候 金星被认为是宁霍尔萨格 范布伦在美索不达米亚艺术中 众神的符号艺术中 分类整理了超过八十个这样的符号 神和天体的符号 他们在圆柱图章上 雕塑上 石柱上 浮雕以及介石上被发现 而亚甲的库都鲁更加详细清晰 随着这些符号的分类 它显示出除了一些代表南部或北部星座的符号外 还有一些若不是代表黄道十二宫的话 那就是代表着十二个天地众神 再不然就是代表着太阳系的十二个成员 苏萨之王 梅里西帕克 立下的库都鲁 显示了黄道带的十二个符号 和十二个星行神的符号 亚述王伊萨哈顿 立下的一个石柱上 描绘了这位统治者 在面对天地十二主神时 手举生命之杯 我们可以看见 有四位神奇站在动物身上 伊斯塔站在狮子身上 阿达德拿着叉状闪电 这很容易就能鉴别出来 另外有四位神带着他们特殊属性的工具来表示 比如用石头锤来代表战神尼诺尔塔 剩下的四位神 剩下的四位神 这是用天体来表示 太阳是沙马士 带翼天球是第十二个天体 阿努的住所 还有月牙与七星 虽然在后来 星才是月亮 用月牙表示 但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在古老的时候 这个符号所代表的 是一位年老的 长满胡须的神 他是苏梅尔真老神之一 他常被描述在 水流环绕中 这位神毫无疑问 就是爱 月牙同时还与测量和计算科学有关 而爱正好也主管这一块 海洋之神爱 是非常适合用引起潮汐的月亮来表示的 那么七星符号的意思是什么呢 许多线索都将我们的视线 集中到恩利尔的身上 在阿努的门廊前 用月牙和七星来表示爱和恩利尔 一些最清楚的符号 已被亨利·罗林森爵士 在西亚的楔形文献艺术中 一丝不苟地拷贝了下来 这些符号中最重要的三人组 是阿努在他的两个儿子之间 这些代表恩利尔的符号 不是七星 就是有七个顶点的星星 数字七 是恩利尔的符号中必不可少的 有时还包括他的女儿 命呼尔萨格 代表符号为期待减 学者们曾无法理解 拉格什王古地亚的一段陈述 天上的七是五十 试图用算术来解决的尝试 无法理清这段陈述的含义 根据一些准则 将七变为五十 然而我们却看到一个简单的答案 古地亚所说的这个七天体 代表的神是五十 恩利尔 他的代表数是五十 而与他对应的行星是第七个 哪颗行星是恩利尔呢 我们回想起那些 讲述助神第一次来到地球的文献 当阿努在第十二个天体上的时候 他的两个儿子来到了地球 爱被给予了深处的统治权 恩利尔则是大地的统治权 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出然出现了 恩利尔之星就是地球 地球对纳菲利姆而言是第七个行星 1971年2月 美国发射了执行至今为止最远任务的无人飞船 它航行了21个月 经过火星和小行星带 在很精确的时刻表内与木星会合 接着就像NASA科学家们所预言的那样 木星巨大的引力抓到了它 并把它扔到了外层空间 考虑到先锋十号 可能会在某一天被另一个太阳系的引力吸引 而坠落到宇宙中的某个行星上 研发这艘飞船的科学家们 将一块刻有信息的铝板放在它里面 这段信息使用的是象形语言 与最早的苏梅尔象形文字中的符号和标志 没有太大区别 它试图告诉任何找到这块铝板的生物 人类有男女之分 大小和飞船的大小是成比例的 它描述了构成我们世界的两种基本化学物质 以及相对于某种宇宙射线来说 我们的位置 它还描绘出了我们的太阳系 一个太阳九个行星的版本 告诉它的发现者 你发现的这艘飞船 来自这颗太阳的第三个行星 我们的天文学家已经适应了 地球是第三个行星这种说法了 事实上 它的确是 但那是在从我们星系中心 太阳开始算起的时候 但对于某个从外部接近我们太阳系的人而言 第一个被算进去的行星是明王星 第二个是海王星 第三个是天王星 不是地球 第四个会是土星 第五个是木星 第六个是火星 第七个才是地球 除了纳菲利姆 没有别人会经过明王星 海王星 土星 木星和火星之后 再到达地球 也没有人会认为地球是第七个 即使这样 仍然有人认为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 而不是太空来客 有能力 并需要从太阳系的边缘 开始计算地球的位置 而不是从太阳开始算起 这样 顺便也证明了这些古人 是的确知道天王星 海王星和明王星的存在的 不过 这些行星的存在 并不是靠他们自己得知的 我们已经证明过了 这些信息 都是由纳菲利姆 传达给他们的 无论怎么说 结论都只有一个 只有纳菲利姆 才会知道 土星之后 还有星星 而正因为这样 从外面数进来 地球成了 第七个天体 地球并不是太阳系中 唯一一个数字位置 都被符号化了的天体 有充分证据证明 金星被描绘成了 有八个顶点的星星 金星是第八个天体 当从外数到内的时候 是在地球之后 八个顶点的星星 同时还代表着女神 伊斯塔 而金星是伊斯塔的星星 许多元柱图章 和图画遗物 将火星描绘成为 第六个天体 一个元柱图章显示 火星的神奇 坐在一个王座上 王座位于一个 六芒星下面 图章上的其他符号 分别代表着太阳 和我们现在的描绘方式 差不多 还有月亮 十字 十字行星的符号 第十二个天体 在亚述时代 一个神之星的名次 通常用他王座旁的星星来表示 由此 一个描绘尼诺尔塔的牌匾 将四颗星星 放在他的王座上 他的行星 土星 的确是第四个行星 当然 是用纳菲利姆的排序方式 其他大多数行星 都有类似的描绘 古代梅索不达米亚 最重要的宗教事件 是为期十二天的新年庆典 庆典中充满了 第十二个天体轨道 太阳系的组成 以及纳菲利姆 填往地球的旅程的象征 其中保存最好的信任誓词 是巴比伦的新年礼仪 但有证据显示 巴比伦人仅仅是 简单地复制了 苏美尔文明一开始的传统 在巴比伦 这项庆典是在非常严格 和详细的礼仪规范化举行的 每一个部分 场次和祷告词 都有着传统原因 和一个特殊的意义 这些典礼是在尼散月 也就是新年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开始举行的 与春分刚好相合 有十一天 其他神将按照规定的秩序到马杜克那里去 到了第十二天 其他每个神都回到自己的住所 马杜克将在他的光辉中再次落单 与马杜克在星系中出现所对应 显然他要与太阳系中其他助神会面 并在第十二天分离 让这第十二位天神继续与世隔绝的作者众神之王 新年庆典的礼仪与第十二个天体相关 前四天对应的是马杜克经过前四颗行星 明王星 海王星 天王星和土星 是准备日 在第四天的最后礼仪被称作是让行星医库 即木星出现于马杜克的视野 马杜克快要走到天战遗址了 很有象征意味的 大祭司此时开始诵读创世史诗 天战的故事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 当天战的故事讲完之后 天刚刚破晓 第五天到了 这时的典礼是第十二次 称马杜克为上主 肯定了在天战之后 太阳系有了十二个成员 朗诵中接着就点明了 太阳系的这十二个成员 以及黄道带的十二个星宫 在第五天内的某个时段 神纳布 马杜克的儿子及继承人 从他的崇拜地 博尔西帕乘船而来 但他只在第六天 才进入巴比伦神庙内院 因为在那之后 纳布成为了巴比伦的十二大神之一 而属于他的行星是火星 第六个天体 创世纪告诉我们 在第六天 天地及其上的一切都完成了 巴比伦的庆典同样在尼散月的 第前六天 纪念了这次创造地球和小行星带的宇宙世界 在第七天 庆典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地球 虽然第七天庆典的细节有些缺乏 法兰克福在王权与众神艺术中表示 他相信他们参与了一场神的演出 在纳布的带领下 解救被关押在下层大地之山的马杜克 自从发现了详细介绍 马杜克与其他对手 争夺地球王位的史诗文献 我们可以推测 第七天的事情就是重演 马杜克争夺地球 也就是第七个天体 王权的往事 他最初的胜利 以及他的最终胜利 并夺得权利 在巴比伦新年庆典的第八天 马杜克在地球上取得胜利 也就是创改过的伊努玛伊利什中的天国胜利 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利 在占仰马杜克之后 这些神奇在国王和百姓的帮助下 他们上了船 在第九天按照规定好的队伍 马杜克从他在城市中的圣域 前往位于城外某个地方的阿基图之屋 马杜克和前来拜访的十一位神奇 在那里待到第十一天 在第十二天 祝神各回各家 庆典也就结束了 从任何一个方面来看待巴比伦的庆典 都让人想起他之前的苏美尔人的庆典 最具有说服力的是与阿基图之屋有关的部分 许多学说 例如帕里斯的巴比伦阿基图庆典 对这所屋子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苏美尔宗教庆典中 有过特别介绍 这个庆典的精华部分是 一只神圣的队列 看见当正的神奇离开了他的住所或神庙 经过几个站点 到了镇外的一个地方 一艘特别的船 圣船 在这次行动中被用上了 这位神奇很成功地完成了 他在阿基提之屋的任务 无论那是什么 坐着同一艘船返回了城市的码头 并顺着原路返回神庙 享受国王和百姓提供的佳肴和欢乐 苏美尔词汇《阿基提》 正是巴比伦词汇《阿基图》的源头 字面上的意思是 以地球生命为基础 与各种各样的难以理解的旅行联系起来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队列象征着纳菲利姆人 从他们的家园来到第七个天体 以地球的危险 却成功地航行